是的沒錯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板橋 昨天從下午開始 這個訊息不斷在媒體 不斷的不斷的播放 那昨天晚上 這個傑民看這條新聞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觸目驚心 這是怎麼回事 把警察當作仇人 而且這畫面是一刀都沒有剪 是一刀一刀往人家身上招呼 那如果這警察是他兒子 我問一下這個廚師先生 如果那個人是你兒子 你敢這樣子對待你兒子嗎 或者你的兒子被人家這樣對待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現在人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人是這樣失去人性嗎 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以前我們都在談政治 很少去談社會 但是這段時間這兩三個月來 我們在談社會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這八年來不是政治生病 連社會都嚴重的生病了 我們稍後還有談到 怎麼可能你的女朋友 把孩子給殺掉了 然後你還跟你女朋友去吃飯 吃完飯之後發現小孩子死了 還要把這個女朋友給娶進來 是台灣怎麼樣 是喪心病狂到這種程度嗎 我們是真的覺得 這件事情一定要讓所有的觀眾們知道 這台灣真的一定要往前走 不能生病 那最近尤其是退休金事情吵得很兇 看看那些老師薪水一個月 領了六萬多 還要在這個店上歇斯底底的說 我沒有領很多 我沒有領很多 領得正正好 我還要榮譽 我要跟總統一樣禮譽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怎樣 你就既得利益者是怎麼回事 還有包括到這個醫院打護理人員的 真的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要站起來 真的台灣需要往前走 我們先來看一下 雙腳跪地鞠躬道歉 他就是砍殺警察的無性嫌犯 三號凌晨以三十萬元交保 一走出新北地獄 立刻下跪道歉 只因為不滿被開了六張 違庭罰單 無性嫌犯一時氣不過 失控砍警 畫面中他穿著條紋衣服 手裡還拿著一把菜刀 趁圓景跌倒時猛力揮刀 圓景想要閃躲 卻沒有辦法抵擋 男子像發瘋似的狂追狂砍 圓景毫無招架之力 跑到店家仇咒 嚇死了我不敢出來包紮 我兒子包紮的嚇死了 弄也很用血 我這裡也血 我這裡也用血 實在好生氣 一位民眾出手 毆打無性嫌犯 法院外野聚集多名 圓景前來聲援 警察要追嚴 圓景成全抗議 不滿凶嫌 砍警之後竟然可以交保 而無性嫌犯 則是在兒子的陪同 下搭乘計程車離開 只因不滿被連續開罰單 就把警察砍成重傷 失去理智的行為 還造成圓景收口手臂多處刀傷 這樣的行為實在不可取 記者綜合報導 如果我的車子停在紅線上 被人家開紅燈 紅燈我們只能摸鼻子就走 真的是 我真的不應該停在紅線上面 我記得以前 吉平在做業務 那我們在新竹 那麼新竹那時候一段時間 這個拖車拖得很厲害 我印象深刻 它是白線 它是白線 那因為這個大家停是 這個要徹停 不是靠著路邊停 是側停 因為大家都佔空間 所以我到的時候也就側停 那我半邊的屁股 車屁股是落在白線外 然後我就去銀行 因為那時候是基因公司 去銀行去談事情 那事實上有聽到警察 有示警就說要來拖車了 那我心裡想 我停在白線 怎麼樣 應該是不會被拖 然後我就談 還是談得愉快 跟這個銀行員談得很開心 我們就出去 出去發現到 我的車子呢 我的車子呢 那段新竹市 那段時間新竹市 就是前任市長的事情 他拖車真的拖得很厲害 那我車被拖走了 那怎麼辦呢 不是一樣 趕快 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 總是有計程車會等在旁邊 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一定有計程車在旁邊等 那我果不起來 就看到車被拖 那第二動作就叫計程車 那我才把頭一抬起來 計程車就開過來說 我載你去吧 所以這個 當然我就摸摸鼻子 那就反正新竹市 也不是很大 大概就繳了 好像一百多塊的 那個計程車費 然後又繳了大概一兩千塊 把車子拖回來 好 生意還是要照做 那現在就學乖 以後看到白線 就把它一定要停在白線裡面 輪文都不要出來 就是這樣子不是嗎 怎麼會有一個人 看到他的車子 是明明違規的 上面擺了六張紅單 你就不要違規 竟然就開始找警察 找警察目的是幹嘛 是拿刀去砍警察 哇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頭皮發 師姐 當你看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你也是跑新聞跑那麼久 你有沒有覺得 這幾年台灣是怎麼了 我覺得有點不可理喻 因為明明錯的 就是這個施暴的廚師 他是一個56歲的廚師 做鐵板燒的 那他昨天早上 他就開著他自己的休旅車 然後要去換他的貨車 因為他要去上班了嘛 所以上班可能要載貨什麼 他要去換貨車 可是問題是 你就自己停在紅線上啊 而且在新北的那個地方 他的巷弄本來就狹窄 狹窄然後又畫紅線 你當然不能停嘛 你自己違規在先 所以被警察之前開了連續進行舉罰 開了六張紅單 他就很不爽 可是我也坦白說 通常我跟傑明一樣 我車子如果 我通常不會停紅線 因為我知道狗仔很多啊 是不是 不是罵警察 而且現在車子沒有要顯眼 對啊 沒有顯眼 警察管理狗仔也管理 不是他車子顯眼 是他老公顯眼 不是 坦白說是我人顯眼 好可以 好就是你停紅線 你被開罰單 這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且沒有被拖掉 你就應該通效 應該謝謝神有保佑了嘛 你拖掉罰更多啊 那所以他自己停在紅線上 被開了單 然後他心聲不滿 所以他要去換 他用他的休旅車要去卡 他還想繼續卡那個紅線位 然後要換貨車去上班的時候 看到剛好有一個警察在開單 他就大暴怒 可是那個警察還沒有開到 他的貨車的單 然後呢 他就跑去找警察理論說 啊你怎麼給我開這麼多單 給我開六個單 你那一區可以進行舉發 而且是可以連續開單的啊 如果那個地方又是居民的檢舉熱區 有人檢舉警察就必須去辦事 警察完全依法刑事 然後還要被你這樣子罵 好罵一罵之後呢 當然就起口角 那警察當然也覺得我無辜啊 啊你停紅線 我這是我的工作 我本來就該開單 這時候這位這個鐵板燒的這個廚師 他就很不爽 他就跑到他的貨車上面 去拿了一把菜刀下來 要要砍警察 那警察當然就會抵抗 可是坦白說 對警察來說 他也他也沒有料到說 怎麼會有這麼突然的事情 有一個人拿著刀要砍他 所以他就在跟他爭執的過程當中 他就摔倒了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廚師 他根本就是 對 就這個畫面 摔倒了 摔倒之後他做什麼動作 來看一下 他就開始就拿得像剁排骨一樣 這是剁排骨嗎 這是剁排骨嗎 這位廚師先生 你在剁排骨嗎 真的是不可思議 完全不可思議 這個廚師就看到說 警察倒了 一副好像雞不可施 就拿著刀子狂砍 砍著這個警察 左肩 左胸 左手臂 幾乎全部都血肉模糊 那警察還是一直要對抗 一直要逃跑 可是就沒辦法 又受傷 又流血 所以還是不斷地在摔跤 這個廚師完全沒有要罷手的意思 他就還拿刀架著這個警察的脖子 把他拖到了機車行的門口 機車行裡面的老闆娘跟他兒子 嚇都嚇死 因為剛開始是聽到外面 有人在吵 後來怎麼看到有一個人 拿著刀架的警察 把他們都拖到門口 然後所以剛開始那個機車行的 老闆娘的兒子還躲在房間裡面 天啊 天啊 外面竟然發生大事 那後來警察就跟他們求救 就拜託 拜託 救我 然後所以他們才趕快 把警察帶進家裡面幫他包紮 可是那個血肉都已經模糊 然後流血 失血過多 後來警察就昏了 他們就趕快找這個 叫救護車來 那救護車才把這個警察給送醫院 我就有看到一張媒體上開那個照片 這警察躺在病床上面 全部是血 是 很嚴重 整個床 整個身體都是血 而且他的左上臂的三角肌 是整個幾乎被砍斷了 那是剁肉的刀子耶 廚師的菜刀相當鋒利 對 他這樣子像剛剛那個畫面一樣 監視器拍得清清楚楚 警察他沒有帶槍 然後這個人拿著一把大菜刀 對著警察狂剁狂砍 你說說看我們的警察 他只是依法行事 他有必要受到這樣子的威脅嗎 好 那結果這個事情 那引發警戒的重怒 後來這個廚師 他是在他兒子的陪同下面 到了這個法院去 然後他到了警察局去 然後他就去 他就說他當時真的是氣急攻心 他要失去理智犯下的錯 最離譜的是什麼 最離譜的是 法官後來覺得 他既然沒有逃亡之餘 而且他是主動上門來的 所以我們就讓他30萬元交保 那在法院的外頭 其實已經聚集了相當多的民眾 大家都非常憤怒 還有聚集了很多的警察 警察就覺得說 你砍警察 警察是在行使他的公權力 你30萬就可以交保 我們警察還要有尊 是需要尊嚴的 而且各位想想看 之前不是在什麼 澎湖是不是 不是有警察在那邊吃綠西龜 然後大家覺得 哇警察怎麼可以幹這種事 因為吃了綠西龜 後來那兩個警察是怎樣 是被收押的 對 綠西龜 然後警察被收押 你這個砍警察 30萬就可以交保 而且看起來 你又有貨車 你又有自己的休旅車 然後你卻不肯繳罰單 你還付得出30萬的交保費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莫名其妙 可見你不是沒錢嗎 你根本就是看到警察之後 失心瘋狂砍警察 那所以我又覺得 如果拿綠西龜這件事情 來比較的話 難道警察不如龜嗎 這不是天大的笑話 在臺灣怎麼可以有這種事情 警察真的不如龜 好 所以回來一件事 明佑你說 其實在美國 這個警察 其實還學的這件事 有一個叫做神奇的27吋 那是指什麼 對 因為在美國 他們認為說要盤點那個犯人或者嫌疑人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們有一個黃金守則是公開的 就是要保持二十一英尺 二十一英尺幹嘛 掏槍 開始比對 你證件還沒拿出來 我槍已經掏出來 然後他為什麼要保持二十一英尺 因為槍擊才會準 一次要開兩槍 槍擊才會準 所以他所做的二十一吋的目的 就是讓警察能夠從容不迫的 對任何犯下罪禁的人開槍 這是美國 所以美國是保護警察的人權 臺灣是怎麼樣 臺灣是保護綠西龜的人權 這是不 綠西龜的規權 這是什麼道理 但是問題大家都說 那為什麼這個警察不吸線呢 好 這個問題我們都問 非常了解這個警察的有致 我們先進口廣告